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参考就是0.618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可以突破0.618呢 那也就是说这个三角形呢 是非常值得大家参考的三角形 好 我们回到来 昨天我有提到吧 就是这里这个阻力的位置呢 只要是可以突破呢 就会有一波上涨 还有就是这个三角形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那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哦 他会不会继续上涨到这里这个位置呢 我们现在打开飞旺大奇 我昨天有提到大家要去关注0.618的位置 那今天呢 他就已经上涨到了0.618啊 现在就在这里这个位置 所以只要是他可以突破呢 他就会再次的挑战这个阻力啊 给大家看了 这个阻力位置呢 是不容易突破的一个阻力位置 要是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突破 那这个比特币的目标就会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了 将会是在这个5万5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要是可以成功突破 那没有突破呢 就会在这个三角形呢 继续的盘整 那其实我也是觉得呢 他有这样的一个盘整呢 是很健康的 因为他这一次的下跌后呢 都没有进行任何盘整 那他在这里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盘整呢 再出一个方向呢 那将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行情 那我们也就是可以知道接下来要如何操作 好了 到比特币4个小时图 那在这里这个位置呢 我是在这几天的影片呢 都不断的提醒大家 他只要是可以突破呢 就会上涨 而这一波的盈利呢 是有多少 给大家看了 是有一个6点多巴仙了 2000多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盈利啊 那如果你是有看了我的影片 获得这一波盈利 记得帮我这个影片点赞 好吧 还有就是留言在下方 你有没有抓到这一波的这个上涨 如果有呢 真的是要恭喜你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哦 他现在呢 已经是到了这个0.618的位置啊 已经是到了 现在呢 是还没有成功突破的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呢 可以突破呢 他将会回到这个位置去挑战 所以大家要关注44800这样的一个位置 如果你没有在这里这个位置进入你的多单呢 你可以等他就是回调呢 在进入你的这个多单 那回调的位置呢 你可以去参考0.382还有0.5 那他要是有这一波的这个回调在上涨呢 那就会更好 好 这样的回调在上涨 ok 那要是他没有回调直接突破呢 要如何呢 当然逢低做多呢 是最好的 你的这个盈利空间也比较大嘛 如果说你要这个突破进场呢 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去设置好你的止损 要是你突破在这里进入了你的多单 要是他回到了下方呢 你就要止损离场 好吧 那我们去看一个小时 好 来到一个小时图呢 我要给大家去注意的 就是你可以看他的这个蜡烛呢 是还没有成功突破 在0.618的上方的 所以有可能会有这一个回调 如果说他接下来的量哦 是比较多的话 那他将会成功的突破 那你可以看他的量呢 是在今天早上呢 是比较多的啊 带量突破这一个 所以有在这里这个位置呢 进入这个多单呢 是最漂亮的 那其实大家不需要一直盯盘哦 就是去看他有没有突破呢 你可以提早呢 在这里就是去挂好你的单 啊 只要他突破呢 他就会帮你去进场你的这个单 那我们来看就是现在的这个量呢 你可以看他是正在减少的 那你看这里正在减少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就是更多的量 让他去突破这个0.618 那接下来他突破站在上方的超过4个小时呢 你就可以去加仓你的这里的这个多单 你不要加仓呢 其实也是可以 你就继续的拿着就好了 记得设置你的这个子孙呢 在你的进场价位以保护这一次的这个盈利 那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些即时分析呢 你可以加入我的这个群组 这个群组里面呢 我都会有这些详细的分析呢 给大家 就是接下来的这一些比特币以太币的走势呢 会是如何 大家都可以去参考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里面还有这个市场的警报 就是给大家知道他的现在走势呢 会是如何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我的会员呢 可以点击这里啊 加入带你飞会员 或者是这里也是可以 那你加入之后呢 记得到这个社群进入这个discord的群组 好 来到以太币天图 回顾昨天的影片 在这里这个位置呢 就是进入这个多单 然后将会拿着 如果说他跌破呢 我就止损离场 好 回到来昨天的影片呢 就有提到了在这个底部的位置呢 是一个很漂亮去做多的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他在这里底部之后呢 就有这一波的上涨 那上涨呢 大家要去注意0.618的位置 那我们来看0.618呢 是在2814 这个位置 现在呢 是还没有到的 所以当他到了2814呢 你就需要去注意 那突破2814呢 你需要去关注的就是这里的这个趋势线了 所以其实以太币的这个操作呢 都是很简单的 你可以在这一些位置呢 就是开入你的空单 在这个支撑的位置呢 去进入你的多单 然后现在呢 就是要等他就是出这一个方向 跟比特币一样的 就是现在呢 都还是一个盘整 等他出了一个方向呢 将会有这个比较大的行情 那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以太币可以成功的突破这个位置 就是在3050 啊 只要是可以突破3050呢 那他就会开启这一波上涨 这样开启这一波上涨 可以去关注 所以这个就是在以太币天图的走势 我们去看一个小时图 好 来到以太币的一个小时图 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呢 就有分享到这一个喇叭形态 那你可以看到他就是沿着这个喇叭形态去走的 然后在这里这个位置呢 昨天呢 就是尝试了很多次呢 都没有成功突破 那接下来呢 就是在今天早上啊 就成功突破了 而且他突破之后呢 回踩 之后再开启这一波上涨 所以在这里这个位置呢 是最美去进入你的这个多单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他的主力位置呢 会是多少 他是还没有到这个0.618的 现在是在0.5的这个位置 而且他是站稳了 接下来呢 可以关注0.618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他到了0.618没有成功突破呢 将会有这一波的回调 注意0.5还有0.382 0.382这里这个位置呢 是很强的这个支撑位置来的 所以他到了这个位置 站稳了 就会再继续的上涨 所以这一些呢 都是逢低做多的一个机会 那要是接下来的这个以太币可以成功的突破 记得要去关注我天图画的这个趋势先 好 回到来 要给大家看的这个主力位置呢 是在2970 这样的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去注意哦 2970这里 这个主力 好 那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分析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点赞 好吧 还有就留言在下方 你有没有在这一波呢 获得了这一个突破上涨的盈利 如果有呢 在下方留言 好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哦 这些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